《武灯会园》 这是《武灯会园》里面的一个公案 安哲提宇曾经问过文殊菩萨 他说明知生是无生之理 为什么却被他转去 所谓生是无生之理 就是我们知道所有的生命 所有的妄想 所有的执着 本自无生 就是因为我们无时节一来 积聚的内心的无名 还有无韵的力量 他不断地在里面涌动 无名暗动 自己察觉不了 也管束不了 所以这个心就乱动 乱动就会显现种种的生命 那这个道理 我们学佛法都明白 所谓的这种生灭 这是妄想无名的生灭 自己的真心本来不动 你只要不着它 不染它 动以不动 大家听过那个公案吗 不是翻动 不是风动 人者心动 都是我们的心在无名妄动 所以才会有种种的事 明白这个道理 不随生灭 流转 那当下就是无生 这个道理 大家都知道 但是问题 我们无时无名的力量太强大 我们断出不了 所以说 明知生是无生无之理 但是就偏偏被它转去 就是因为断不了 为什么断不了 自己的定力 会力 乃至持戒的力量 戒定会的力量不够 所以文书菩萨说 齐力未充故 这个齐力未充 齐力就是戒定会的力量 我们只有勤修戒定会 才能熄灭碳城之 你戒定会的修行都不够 那碳城之 你调伏不了 你就只能毛毛然的 随境流转了 再把这段公案 用到你的这种 亲身感受上 去看电影 明明知道 那不该害怕 但你偏偏害怕 为什么 无名不断 无名不断 所以我后边又问了你一句 我说你没事看什么惊风电影 你不知道看一次 这种电影 你没有 没有功夫到 看一次 这种无名的力量 它就增长一次吗 所以有些警戒 在我们 静会力 不足的时候 不要去历经练心 历经 你练不了心 历经 只能疯张无名 我们哪有历经练心的力量 现在 没有 所以说你没事看什么惊风电影 对不对 你看多了 你只会越来越害怕 我以前有一个朋友 他就说 他对象 他因为出差 不在家 他对象喜欢看 这种恐怖电影 看多了 自己在家里一个人 就说是在房间里 晚上睡觉都蒙着头 晚上都不敢去卫生间 都把自己吓成这个样 所以看得越多 你越害怕 这些能够增长我们烦恼 增长我们无名的警戒 最好是少碰它 多熏悉 般若 熏悉佛法 这样就不会被无名所转了